今天我又说到别人送了一级圣装啦 有人说肯定是冰糖 不是不是不是他 而是我 我自己送给自己 我打算冲两组拿下一级新款圣装 百分之百拿下的那种 因为啥呢 我不是冲自己的号 我把两组冲到了妹妹的账户上 你们看 他现在有960个兑换币 而一千就能送一个一级的圣装 然后你们看妹妹升到了六星 还差4个银材料 420个黄材料 然后换的话还需要4000多个 你们等我冲完之后 看能差多少 我这样一弄 不仅我百分之百拥有圣装 妹妹距离升级六星迈进了一大步 开抽开抽 我的天哪 还要我去 你看看你看看 一抽就抽到了一千堆换币 直接就可以送了呀 一抽拿下 赶紧送到我的号上 我自己送我自己圣装 送完之后我还要冲 因为啥呢 妹妹后面要冲的 所以我把它的给用了 那也要补上 我为什么会想这样弄呢 因为妹妹的号已经抽出了其他很多的东西 当重复之后 就换算成兑换币 这样就特别多兑换币 而我用自己的号车的话 有可能抽不出 兑换币也会非常少 你们就看我这两组给妹妹冲完 她的材料和没抽之前的对比吧 兄弟们我撑完了 你们看对比 我的妈呀 银色材料不缺了 下面四千多直接缩减了一半 变成两千多 完美 妹妹这下升到六星就简单很多了 然后登陆自己的号 把圣装给领一下 我又有一件新圣装了 大家别觉得只是一级 但是一级真的也很好看 不像其他的一级那么普通 我是觉得一级也挺好看的 并且手感也不错 嗯 开局来几岗收集龙珠 收集完之后我往神坛跑 谁知道我转头一看 发现有人在看着我 你小子是想偷我愿望是不是 我辛辛苦苦收集 你过来就想要拿走 门都没有 我不同意 可这个人僵持了很久 真是烦得很用 一会儿要被别人召唤了 最后我逮出机会 以高打低 直接收掉了他 快快 召唤之后就选择物鸡 拿来吧 AWM和狗杂 去买点东西 然后再撤退吧 结果发现一辆跑车 过来拿你两个空头 紧陋是吧 这个人是我见过头特别铁的 在这里用魅控对枪 我可以失误无数次 你失误一次就完了 他还不停地用身法偏强 接下来他的操作更加大胆 我打中他一箱之后 他竟然连药都不打 直接飞过来 好家伙 你真是太勇敢了 一个字 牛 牛白 哇 金色传说 哈哈 原来我错怪他了 他看我离圈比较远 给我送过来呼吸器的 感谢大哥的恩切 进圈之后我就来到这个房去 空头好像有辆车 被挡住了看不到 这个冰衣也是个暴脾气 我居然两枪都没有中 他竟然又飞了过来 我的个乖乖 这决敌人脾气都这么暴脏的吗 这快递送得明明白白 送到脸上了 真是客气 兄弟们 这件衣服手感是真的好 竟然还有人在机场召唤神龙 那一会儿他肯定会从这个桥过来 不然就是走水路 我等了好久好久 那个人竟然还不过桥 突然我就看到一个人 这是他吗 这里我只能看到他的头皮 看我提前枪 哇靠好帅不帅兄弟们 这一枪欲怕 打得他脑瓜子汪汪的 但是最后一个克星大佬 我没有打过 我上来就给他两瓶火 他差点一颗把我烧死 打完要又是一顿拉扯 最后被他顺秒了 这里我应该卡撞他两枪的 不会他身上不要血了 但是我一看他竟然还是满血 好小子又被吃伤害了 好啦我是童心 下期视频见拜拜